喵 喵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來 吃 這支片我很長 是因為我想吃的東西有點多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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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沒有吃過耶 絕餅我跟人家吃得吃 哇 連乳 這也是九 喔 我要吃這個 三軍牛肉錫油 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千千 我現在正在日本的飯店裡面 今天我們來開箱一個非常特別的東西 大家還記得我之前不是有拍過一支 那個日本超商我本人推薦的東西嗎 因為我非常的喜歡逛超商 Lawson's啊 Seven全家 我其實都很常逛 New Day其實我比較少逛 是因為他們是比較少一點點 但因為這一次時隔兩年來日本 我發現有很多品項我都沒有吃過 所以呢 我今天就買了一堆 就是我覺得它看似非常美麗的 大家就陪著我一起來開箱吧 Seven的Lawson's跟全家的品項 欸 我這次選了 之後我發現全家的品項看起來 就我沒有吃過的品項 比較少一點點 Seven每一樣看起來都很好吃 我們先來開那個Lawson's好了 之後我們要先開Lawson's 因為Lawson's的全部都是期間限定的東西 首先呢 我們現在吃一下這個基本盤 這感覺是年輪蛋糕 打開是一股超濃的奶香味 你有看到嗎 你看這個 撈起來 哇 這看起來很好吃耶 嗯 吃起來不像年輪蛋糕 因為我覺得年輪蛋糕吃起來 還是會有那種一層一層的感覺 這個我滿喜歡的耶 如果你是奶油控的話 你看它的奶油給的超多 欸 這完全是長在我喜好上的耶 但它的那個蛋糕體吃起來還滿濕潤的 我其實本來沒有打算買它 因為它長得有點太無聊了 好 我下一個 這個是什麼 Cream Poof 這是泡芙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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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焦糖嗎 我吃起來好像布丁喔 但是它的這個泡芙皮吃起來有點軟濕軟濕的 這個喔 如果你們來日本 如果你不是馬蟻人就不要買 因為這滿甜的 好 我們接下來來吃這個 這是岡山奈戶內黑 黑香衣 這個是鯛魚燒 我們來看一下 我純粹是因為它長得很特別 所以我就買它了 真的是一個釣魚燒耶 裡面是紅豆內餡 吃起來還好 它的皮吃起來沒有很香 然後它的那個紅豆內餡 我覺得有點太甜了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 有點酸美味 所以我沒有很喜歡 但我覺得今天剛才像這個角度很奇怪嘛 因為我住的這間飯店它很小間 然後 跟我上次住的那間不一樣 所以我現在就是沒有地方可以開 所以我現在整個坐在門口 好 我們繼續下一個 下一個是這個是 它是抹茶巧克力Cake 而且它這樣小小171 其實我覺得以超商品要來說算過一點 哇 還是長這樣 聞起來是有一點點太苦澀茶味的那一種 我們把它歪一口看一下味道怎麼樣 嗯 還蠻好吃的 我覺得它的抹茶味非常的濃 再配上巧克力非常的剛好 然後它尾韻的苦澀味其實 那個色感我覺得還OK 但苦味就是你在咀嚼過程中 它是會慢慢湧上來的那一種 它吃起來有貴的感覺 嗯 對這樣我可以接受 吃完了 下一樣呢我們來吃這個 芒果 它是什麼 Dorui Tango 哇 這樣打開是 欸 這是布丁吧 它是 它是什麼東西啊 這個 喔 這是果凍吧 芒果的果凍 喔 它是芒果 喔 認真來說以化學品的芒果製品來說 我覺得它化學感算是沒有到很重的那一種 但是它比較像是芒果加白香果 它不是單一芒果的味道 我覺得味道就正常 然後因為它整個的那個口感有點糊糊的 它有點像奶酪的口感 所以我比較沒有那麼喜歡 接料 下一款是這個 它是 大學摩 什麼 銀摩風 肉爐 欸這是什麼意思啊 沒有寫 剛剛是什麼意思 好啦沒關係我們就試試看 先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這看起來是不是很特別 嗯 地瓜 嗯 我先講 我本身對地瓜跟紫玉本來就還好的人 所以呢 我憑這個有點不準 但我必須要說我覺得它味道還ok欸 而且我跟你說它的芝麻非常的加分 不過它芝麻跟我們認知那種 真的很香那種芝麻還是有點落差 然後另外一個這個是銅鑼燒 也是一樣的品項 這個是203塊 這聞起來是銅鑼燒的甜味 安安安 到手裡就開始了 哼啦A夢 喔這也是 你看這也是地瓜 嗯 我覺得這個比剛剛那個好吃欸 欸不愧是Doraemon出產谷欸 它的銅鑼燒 以朝商來說還蠻好吃的欸 又軟 然後又不會硬跟乾 我覺得這銅頭套不錯 然後配上地瓜我覺得挺OK的欸 這是我們的Losens最後一個瓶項給大家看一下 欸這看起來很厲害 那我們直接給它挖到最底 看到嗎 欸我先講地瓜配奶油很搭欸 因為地瓜本身就是甜甜的澱粉類的東西 然後再配上奶油讓它多了一點輕盈的感覺我覺得還不錯 它中間有加了一個不知道是什麼脆脆的顆粒 是焦糖的脆顆粒嗎還是什麼的 聽到嗎 地瓜的甜點會讓你只想到它就是很地瓜很濃 可是它是多了增加焦糖的味道 然後奶油跟卡士達要配得很剛好 這個應該是我覺得這三款裡面我比較喜歡的一款 然後剛剛第二名應該是銅鑼燒哪一個 好吃完了 Losens我剛剛吃了這麼多款 謝謝Losens Losens Losens我剛剛吃這麼多款啊 最喜歡剛剛那個 有長得有點像千層蛋糕奶油那一款 很多人都說我是不是都只有挑有奶油 對因為我本身就是特愛奶油 我覺得那一款我自己滿愛的 然後另外一個我也也滿推薦大家可以買來看這一款 我覺得這款滿好吃的 好 我先來開箱Seven的好了 因為我Seven還挑了一個冰淇淋 我們先來開箱這個 其實我跟你說冰淇淋不是我這次要開的品項 但是你看這個 麥卡龍冰淇淋 這個我是不是以前有買過 終究我好像有買過 如果我買過的話這一段就剪掉 少女的書胸 這個大顆 但我覺得滿好吃的 它是貴的巧克力的味道 好像是苦甜的那種巧克力 它中間還有巧克力醬耶 而且我覺得它味道有點生巧克力的感覺 多美啊 多美麗的玫瑰花 多可愛的玫瑰花 好 我們首先呢再來試一下這個 它長得很好吃 一定是因為它上面有奶油的關係 嗯 嗯 可麗露 有些日本人對可麗露稍微有一點要求 我覺得它裡面算濕潤 但我覺得外面有點太軟了 吃起來算普通 它裡面有濕潤有一點點微Q彈 但外面我覺得沒有那麼重 但確實因為它是超常的東西要求不能到太多 因為畢竟都是人產品 下一個來吃這個 它叫煉乳 Ichiko 它看起來就是超級好吃 這應該是什麼 絕餅加那個 那個草莓醬 真的就是超級好吃 它這個 這是絕餅嗎還是果凍 感覺好像比較像果凍齁 嗯 草莓醬吃起來味道還不錯 酸酸甜甜的 然後化學感不會到太重 但我覺得搭上這個煉乳果凍吃起來就還好 我會傷心 因為我本來很期待它 嗯 這個我覺得還好 我被它給魅惑了 可惡 那我下一個是什麼 這個叫做那個 這是包布丁有點古早味的感覺 所以我就不曉得就買了它 我以為是有點像麵包那種形式 你知道它怎麼會是長這樣子的 而且它看起來好像那種 薄餅的那種feu欸 你看這個 這味道 軟軟黏黏糊糊的可麗餅 它裡面就是那種海綿蛋糕 然後上面是那種焦糖布丁的那種味道你知道嗎 可是它外面這個蛋糕皮有糊糊軟軟的 然後外面再包一層奶油 我跟你說 日式的可麗餅我沒有不喜歡 因為是軟的嘛 我沒有不喜歡 可是因為它齁 它就在冷藏裡面 所以它這個餅皮 就除了軟之外它還濕 所以你就會覺得 難以形容你知道 好可愛喔 雖然是會有那麼一點點 偏令人生氣傷心的那種感覺 好下一個 我們來一個酸酸的好了 這個是牛乳寒天 給你們看一下 這個感覺應該會滿好吃的 哇它有點像果凍欸 我覺得牛乳這餅是不是 比較適合到內餡或是什麼之類的 它做成那種凍類的 就像剛剛那個草莓那種 就是煉乳那種 它好像變長這種長相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它的奶味 好像就是有點被稀釋的感覺 不夠奶 但是它裡面的那個成的果拌 我覺得滿好吃的 這種 我是潤麥 我覺得這吃起來還好欸 好下一次這個 這個應該不錯了吧 這個上面是 其風蛋糕 然後上面是 魚汁抹茶 魚汁波佐助 給你們看一下 這看起來賣相挺好的有沒有 它奶油的厚重感還滿重的耶 喔 沒咬到 我覺得它抹茶味算比較淡雅 比較沒有那麼重的 然後它的那個蛋糕體濕潤 但有一點刷刷散散的那種濕潤 嗯 這個我覺得吃起來還好欸 吃完了 先來吃一下 喝一下這個 因為它這是煉乳使用的那個優肉乳 這個是我自己隨性想要喝的 太多平衡 它這是生乳的 嗯 我覺得這個比較好喝 比較甜 我們繼續下一個 這個是栗子口味的栗子蛋糕 這個是334塊 不好吃的 很深的一個期待 嗯 很栗 超濃 哇 這個很好吃欸 它下面還有一點點卡士 那種香草卡士達 所以它栗子的味道本身很濃郁之外 再配上一點奶奶那種卡士達的味道 哇 這個好吃欸 但我會希望它中間海綿蛋糕體再多一點點 這不錯 我覺得這有店裡面的水準 接下來這個是雨漬抹茶 跟梅子的包是什麼 然後有一塊絕餅跟一層層的蛋糕 哇 這上面是有紅豆草莓白玉跟抹茶 這一杯的口感啊 跟味道的層次上比剛剛栗子那個多 但是我很不喜歡它中間的奶油 它的抹茶是帶有一點點苦澀感 香度跟濃度是還滿剛好的 可是因為裡面有那個草莓 我就是很不喜歡 OK 7的吃完了 7的我有最喜歡的瓶項嗎 我滿喜歡栗子的那一個 好 接下來我們進入到那個全家的階段了 全家我買的瓶項就比較少一點點 好 然後我們先來吃這個好了 它這個是濃厚的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它是298塊 好 它這邊有寫說它是用四種起司下去做使用的 哇 它這邊還有說它有用洋酒欸 哇 這感覺會很好吃欸 哇 它就是很濃的起司蛋糕欸 你知道我們一般在吃起司蛋糕的時候 它最下面不是一個基底嗎 它把那個基底的底座做成這種顆粒狀的 還不夠欸 而且它的那種起司蛋糕濃郁感 其實沒有到真的非常的重 所以你不會吃了幾口有種被淹住的感覺 欸 我覺得這可以買來吃吃看欸 吃完了 這邊我覺得可以 好 下一個 這個是290塊 這個跟剛剛一樣 也是長得很像很多奶油的一個結合 欸 這我聞起來是很重的起司味欸 這也是起司蛋糕欸 但它奶油的量比較多一點點 你想像得到的味道 但它非常的濕潤 如果你是喜歡吃濕潤蛋糕 你可以吃這個 OK 這個不錯 然後接下來這個是那個 它上面寫說白玉紅豆的那個甜點 然後是298塊 看起來賣相是挺不錯的 而且白玉給了三大顆 你看 挖起來這都紅豆奶油 咬起來的米香味其實還滿棒的 然後它的紅豆的甜度 刷刷的程度 跟抹成泥的那種程度 也非常的剛好 這個其實是好吃的 只是因為 我本身對麻糬比較還好 所以我吃一顆就差不多了 接下來最後一個全家的是這個 這個是巧克力的那個蛋糕 它上面還有那種巧克力豆的那種痕跡 哇 欸 它上面這個 這還是金色的 只看起來就是莫名的 有這種空間的感覺 嗯 苦甜的巧克力 然後它的巧克力蛋糕上面有醬 中間還有那種比較密集 有點像是browny的那種感覺的那種巧克力 所以它其實層次還滿多的 然後它巧克力是比較苦甜的那一種 比較大人系的 吃完了 我們吃超多品香 然後我們今天主要是開箱了那個 Seven全家跟Lawson的那個甜點 然後我剛剛最後吃全家我比較喜歡這種 像巴斯克蛋糕的那一個 口感的變化上我覺得算高 因為都是起司 但它的起司有很多不一樣的呈現 所以它跟我們常見吃的那種巴斯克的那種 只有濃郁的起司會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我自己滿喜歡那一款的 然後今天這樣開下來其實我覺得滿有趣 因為我覺得這一次我來我發現 因為以往都會覺得說 日本的超商的品香很多變化跟很多層次 可是現在這次來啊 它一樣有很多變化 但我覺得現在台灣的可能品香也出多了 所以就覺得感覺這樣落差好像沒有到很大 然後我這一次試下來也覺得還滿有趣的 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後哪一個最有興趣 然後也希望大家如果之後來日本的時候 這個影片可以給大家當作參考 就先這樣子 下次再見 掰掰 好 被剩拉麵的話我需要點鹹的了 哇 鹹的 鹹的 好 葛萊 我是美食費很千千 我是 Pia哥 我是志祺 我是許波動 我是無止 Hummy Video Cat 網紅館 發燒搶片十四天搶先看 恰恰 独家喜劇大片 会员无限看 Fuck me Fuck me 这都烂人嘛 他们